妈妈一直守着一种 夕阳产业稻草绳结 直到妈妈过时她接受 她才终于了解妈妈的心血和骄傲 她整个心血都在这间工厂 我们这工厂是她用生命换来的 所以她连到离开的时候 她都还在想说 你行不行啊 她很怕我们没办法 你等一下跟阿慧哥一起稀草 一个人不行啊 蔡佩文接手妈妈工厂后的每一天 几乎都是这么开始的 老K是广岛绳棚 以前是写小K 然后这个写老K 撑住一个没人要做的西洋产业 还真要有办法才行 佩文学妈妈一早上工 先把厂区寻一遍 确认外销日本的助联绳品项名称没飙错 这些年还推体验观光 想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来 谢谢 来 往里面请哦 往里面就坐哦 这不容易 今年在新冠肺炎影响下 是到最近疫情趋缓 才开始由旅游业者组彩线团参访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从事做这个稻草编织 你们真的可能在日本看到的 日本买的都可能是我们台湾制造的 外销到日本 日本稻子不像台湾一年至少两收 所以稻草制品得养来进口 佩文珍惜每次介绍的机会 要告诉大家 这台湾外销之光助联绳 来自苗栗公馆 根叫做什么根 错 他叫做太大根 对 因为日本的初就是念太 佩文的活泼幽默总能吸引全场 这是多年来训练的能力 念大学时 妈妈就要她帮忙宣传助联绳 带活动 教人搓草绳打绳结 她没愿言 导师始终不理解 经营会计师事务所的妈妈 当初因为热爱传统工艺 投资绳结工厂 后来却不敌大陆东南亚 廉价劳工竞争 工厂经营陷入困境 妈妈怎么不放弃 那其实为什么我当初那么 不想要接这工作 她就知道没有赚钱 就知道她因为有会计事务所 一直在补这间工厂 她才有办法经营得下去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大学毕业 我也就没有想要在家里面上班 我就去银行 两年后一通电话 又把她拉回母亲身边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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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会帮你忙这个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帮我 就跟我说她身体最新不好 她要去健康检查 然后说要不问我考虑 要不要回来帮忙 那我听到她说她身体不好 没有人帮她那么可怜 那你当然就会心软 后来配问才知道是被骗回来的 尽管心里有些低估 但她很快释怀 因为跟在母亲身边听命行事 其实轻松 只是好景不长 几年后妈妈真的生病了 那你会觉得生病就是会好 就是会好嘛 然后她开刀又很顺利 然后就觉得她会好 但是也不知道原来就 那么快就走了 录完吗 干嘛录完吗 她叫我们要录啊 配问难以接受 生病开完刀 还那么有活力 能下田收草的母亲 最后会不敌病魔 难以承担要接下老工厂 还好有厂长鼓励 当我妈离开的时候 她告诉自己 她会努力 就是她自己跟我讲就是 因为她自己觉得 我妈妈就跟她妈妈一样 所以呢 她自己就告诉自己说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帮助你的孩子 周小龙啊 你还不快点搁 她口中的老厂长周震龙 跟在母亲身边二十多年 改装收割机器 负责重要的收到工作 她带着配问一步步 更认识每个环节 这也太危险了吧 快吊上吗 祈福用的助联绳 得以还没结穗的清河制作 所以每次得赶在运穗前收割完毕 前后只有二十天左右 而且七座农民的田区状况不同 配问要到场盯着 随时调度应变 所以当年她没空商杯 逼自己快快上手 让工厂运作正常 在银行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动作 然后你就可以下班 但是在自己的工作 就是你可能晚上 也会睡不着觉 你在想明天 谁谁谁怎么了 然后要怎么安排 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压力一定会比较大 很提啊 五四七八二十点 好 好 出口 每天有好多讯息要回 要接好多电话 还要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就在采收接近尾声时 突如其来一场大雨 要直接开回家 她当机力乱打道回府 因为稻草遇水容易潮湿腐败 必须马上入场处理 其实她真的是自己 从头参与后才了解 从一根稻草 到做成一个绳结 多不简单 稻草在堆叠的同时 它会闷到 闷到它会变黄 所以我们在今天割的稻子 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收起 就是把它叠在我们的 那个花盆汁里面 八个小时 别小看这动作 不够觅食影响干燥程度 品质会出现落差 所以母亲省钱特别重视 我们烘稻草烘一个月 你就觉得它一个月都没在睡 它因为半夜 因为底下我们吃在封闭式的 烘干机的地方 所以它要随时起来去看那个锅炉 有没有停掉 有没有出问题 还有没有油 所以你几乎就看到它可以不用睡觉 佩文笑说自己没那么工作狂 但也马虎不得 曾经她以为照着妈妈的收割时间收草就好 不料遇上大麻烦 去年的天气有比较疏忽我们意料之外 它热的时间比较长 像今年五月才开始热 但是去年可能四月就热的不行 然后所以它的稻草生长的就很快 然后很快的就长包 结穗的稻草很难扭成平整绳结 颜色也不那么翠绿好看 品质差很多 原来收草得懂时节 看天气 学问很大 今年开始我从四月就开始去寻田 就开始去跟着我们厂长 去看那个草怎么样啊 这个可以割了吗 然后就会开始 比较盯金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要谨慎处理的还有评估订单 培养人才 像师傅一样手脚并用扭出漂亮绳结 需要技术 不是人人都能轻易升任 所以为了留住好人力 她费尽心思 客人还没订货啊 但是我们的家庭代工就闲置了 你不能让他闲置啊 你一定要拿东西给他做 我妈妈就要赌 他们明年会订责 就怕闲置人力会另寻出路 无法继续代工 所以佩问和弟弟分工 他负责厂内的绳结加工 拿捏每年出口品项数量 弟弟则跑外厂 定期配送稻草 和代工户保持密切联系 要出口到日本 他们的品质一定有相对的要求 然后我们的代工户 可以配合这样子的品质 我觉得非常棒 除了是一种工作 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因为毕竟台湾现在 真正一条龙的助联神生产工厂 真的是只剩下我们了 他们留住道边文化 手工艺品能外销海外 还提供在地工作机会 姐弟俩越做越有使命感 原来这就是母亲不放弃的原因 佩问找到动力 也要和妈妈一样拼 一样坚持 工作上面的事情 再怎么困难都不会去消灭我 我只会在想说我要怎么克服 我不会想说我不要做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 你只要有付出 你只要有做 就一定可以完成或者是可以克服 他们的努力不是为了钱 而是把一件别人不看好的事 做成一件很有特色 能让台湾发光的好事